大家好,欢迎收看用Wordpress和Avada组网站系列教程 上一节课我们做过一个Avada 5的全新安装 这节课我们做从Avada 4403升级到Avada 5502 在升级之前一定要做好备份工作,特别是数据库的备份 因为这种升级是有风险的 Avada 5新出了一个编辑器,它不兼容Avada 4 你的所有的页面文章这些东西都要进行转换 主要转换的是数据库 因为这些页面文章包括排版这些东西都写在数据库里 并不是用FTP的这种文件的形式存在 是在数据库,MySQL数据库 在升级之前我也做了大量的准备 比如说把Wordpress升级到最新版本 把各种插件也都升级到最新版本 那些不必要的插件,比如说缓存W3TC我也给关掉了 一般Wordpress自身的升级,还有插件的升级都属于那种自动的 一键升级 主题的升级不一样啊 第一步,先把主题切换成Wordpress自带的那些主题 然后进入FTP 把主题下面的Avada那个目录删掉 一定要删掉,不要改名,否则会出乱子 删掉之后再把Avada 5,我现在用的是5.02 这个Avada目录再传上来 然后回到Wordpress的后台选主题那块刷新 会把Avada 5 5.02刷出来,然后再启用 这样Avada 5的升级工作第一步就完成了 第二步是进行数据转换 一般的小版本升级到这里就结束了 当时在3.9.4升级到4的时候 也要经过数据转换 现在Avada 403升级到5 同样需要数据转换 这个页面的提示大概是说 Avada 5的新编辑器不能认Avada 4的代码 如果你不想用新的Avada 5 那么它提供了一个Avada 403 这个是转换过程 转换的文章 换灯片 小工具 主题选项 这些东西的代码都会转换成新的短代码的语法 成功了 下一步是升级插件 以前Avada 4或者3只有一个插件 就是它的核心插件 到了5呢 它是有两个 一个是核心插件 一个是编辑器插件 这两个插件都是B装插件 没有它 Avada是不能正常运行的 后面还有两个slider插件 也需要更新 不过需要Avada产品注册才能更新 Avada产品注册需要API 就是那个密钥 在全新安装Avada 5的那一节课讲过 大家回头可以看一下 安装完核心插件 现在的版本是302 之后才能安装编辑器插件 插播一个小插曲 在升级之前 我在做准备工作 发现后台有一个问题特别慢 点一下之后需要等12秒 每次点页面都需要等12秒 开始以为是谷歌的问题 后来就算是VPN翻墙 还是有这个问题 最后找到了 是W3TC的问题 只要把这个插件关掉就OK了 我估计可能是哪里缓存设置的有问题 升级之后 要检查一下前台 看看页面是否都完整 有没有乱码 slider效果是否都OK 现在作品的固定链接有点问题 其他页面都还好 文章也OK 然后再看一下后台 主要看编辑器 因为页面的短代码都被转换过 或者叫更新过 Avada 5的编辑器是能够识别的 我以前试过一个 Avada 4的页面 没有被更新 没有被转换成Avada 5 在Avada 5下面看 它只是代码 并不能转化成那种排版的 像现在这种 直接出来排版可以编辑 就说明转换成功了 再看看主题选项 最后再看看案例的固定链接 貌似也没什么问题 那么直接看看案例的单页 是否能打开 没有做任何改变 自己好了 估计就是缓存的问题 再看看WooCommerce的购物车 也是OK的 这节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 拜拜